TVB 今天7月20日原来是动名女神文宋贤的42岁生日,其余的期末女成员齐聚为齐庆生,身为今天主角的文宋贤也有把文晒出这次闺蜜聚会的合照,并称,这样的阵容,一个都不能少,满满的回忆,一点也不嫌多。 从文字就足以看出她对其余六位姐妹的感情,其中她还写名字几是7月20日生日,来看一下文宋贤晒出的照片,文宋贤身穿红色连衣裙,拿着一堆粉色系的气球,其中一个还写着祝福她生日快乐,当然这里重点的是看到她的颜值确实还和当初一样美,岁月也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。 但是,对比同年龄段的女士,她还是保养得很好,TVB曾经的期末女再次同框合照,蛇诗曼,藤莹莹,钟丽琪,周嘉蔚,梁静琪,姚乐仪,还有今天的主角,身穿灰色T恤的梁静琪,直接用双手露着文宋贤,瘦心女还摆出标准的剪刀手姿势,其余的成员都投靠着头,亲密程度已经不用说了。 周嘉蔚和梁静琪还都醉性吻瘦心女,其中梁静琪还摸着文宋贤的肚子,有网友看到这张照片后,觉得文宋贤的肚子,似乎有弦突出来啊,好像有怀孕的感觉。 我这边看下去,也觉得有点像,不过应该是一副宽松的问题,如果真有喜事,究竟等她公布吧,姚乐仪也有晒出亲生聚会的照片,而且还重复写上三次喜欢你,来表达心情。 姚乐仪除了晒妻人合照外,当然也有晒出自己和瘦心女的合照,两位闺蜜紧靠着彼此,相信两人的面孔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。 这里怎么少得蛇师们的祖福,蛇师们最近正在为新剧集宣传,但是她也不忘好姐妹的生日,并且爱特上每一位好姐妹,除了亲人的大合照外,蛇师们也发出了一张和瘦心女的亲密合照。 她双手搂着文宋贤脖子,脸直接贴着脸,其实去年文宋贤生日的时候,蛇师们同样这样亲密的搂着她,两人颜值一直保持着当年刚出道一样。 如果最近有看我发出的文章的话,相信大家还会知道,最近文宋贤有和妻魔女的成员去旅游的,文宋贤在上个星期就约上苍莹莹,钟丽切一起去了澳门游玩,当时照片分享出来就觉得文宋贤一直没有变老。 这次的闺蜜就会还相当有意思,因为她们都带着客资的女儿一起去旅游,将下一代的闺蜜情也正在培养,望着她们绣大长腿的美照。 忽然让我想起她们还在TVB拍戏的时候,基本上每一部剧里面总有她们成员在,可惜女演员结婚后总会有很多顾虑,只能渐渐淡出目前照顾家庭。 不过就算没有在拍戏,其实也很少在,齐聚,但是每年的生日却依旧一起庆祝,有这样的闺蜜从年轻陪到老实在幸福。